我真的从没见过这么烦人的熊孩子 熊猫妈妈躺在地上睡得正香 熊猫宝宝趴在了熊猫妈妈的背上 把熊猫妈妈当成了睡毯 虽然这个睡毯可以说相当高级了 但这个小家伙怎么睡怎么感觉不舒服 在熊猫妈妈背上换了无数个姿势 还是感觉各的慌 熊猫妈妈丝毫也不生气 任凭小家伙在自己背上爬来爬去 这个熊猫妈妈叫做萌萌 也就是西直门三太子萌兰的妈妈 而萌萌背上的那只熊猫宝宝 思念可不是他的亲儿子 思念的妈妈是思源 他的爸爸是美兰 说起来 思念可以说是自己情敌的娃兰 虽然不是自己亲生的 但你不得不承认 萌萌真的很有耐心 思念和萌兰都是同一级的熊猫宝宝 从小也是个十足的导弹鬼 这不 思念最后干脆睡在了老干妈萌萌的脑袋上 尽管如此 萌萌也没有生气 只是缓缓站了起来 看来以后只能学习站着睡觉了 可爱国宝报校姐说 每天更新 关注一下 今后你就是有熊猫的人了 我会想到你